Hello,大家好,这里是山野美食 相信很多人都没吃过不加一滴油的炒鸡蛋 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清水炒蛋的方法 又简单又好吃 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两根小葱 清洗干净 然后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双盘备用 接着根据自己的需求 准备一些鸡蛋 一个一个的打入碗中 接着再来一勺盐,调一下味 然后我们加入一些胡椒粉去腥 最后我们把切好的葱花加进去 然后把它打散 打鸡蛋的时候最好是这样调着打 这样可以快速而且充分的把鸡蛋打散 把鸡蛋打到微微起末 就可以先放置一旁备用了 准备一个同样大小的碗 加入由鸡蛋液能量的清水 把准备好的清水倒入锅中 开大火 把水烧开 水开之后,立马关火 不然鸡蛋倒进去就会成蛋液汤了 等表面的水平静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倒入鸡蛋液了 一定要慢慢的倒 让鸡蛋预水凝固 倒完之后开最少 一定不能开大火 不然鸡蛋液就会被冲散 我们要用铲子轻轻的推动 防止糊辜 持续两分钟左右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鸡蛋已经凝固成形了 锅中的水也越来越少 等鸡蛋都变成这样的块状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用铲子把鸡蛋倒成小块 把多余的水倒掉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就这样一道清水炒鸡蛋就做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 全程不加一滴油 健康又美味 非常的适合老人和小孩 喜欢的一定要试一吃哦